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美国和美国的疑问度を 낮추 反面美国和同盟国的対策 大众的疑问度を高める战略を 继续固定了 その結果 美国和同盟国 再次的选择的选择 我们都没有自由的 韩国各界知名人士来到现场为活动贺词 余慧哲表示九平共产党让人认清中共本质 希望韩国彻底摆脱中共的渗透守护民主自由 共产党に対する9つの評論は 5000年古代文明の歴史を 完全に持っている唯一の国である 中国の伝統文化和価値観を 中国共产党がどう破壊されているのか 本地を重大に訪問されています 共产党主義思想は 歴史的最大迷惑的思想でしたが 実現できると 最悲惨的現実を目指しています 西藏流亡政府駐東亚代表 前西藏外交部次長 次旺加波阿烏亚通過視頻表示 中華文明深深地影響着周边国家 但是中共奪權後 摧毀了中国傳統的價值和豐富的文化 九評共产党被認為是人類近現代歷史上 第一次精准全面剖析 中共邪惡本質的一本奇書 2004年 九評共产党出版以来 全球華人相互傳看 並引發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的三退大潮 今年活動上 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 國際關係和中國問題專家名居正 以一本奇書的影像為主題發表演講 說明九評引發的三退大潮對中共的衝擊 清台電臺記者經驗 朴炳源韓國採訪報導